It is not about the last things of this world but of the first things of the world to come 當我們想到這個世界的未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遇到或聽到 許多這種悲觀的天啟示 對世界的默示的一種猜想 那麼我們發現不只在宗教 而且在文學 在電影 有大量的這樣的題材 因為有關於終局 是那麼樣的吸引人 什麼樣的人會對終局 世界的結局有興趣呢 特別是那些富有的國家 還有那個上層的階級 因為他們會擔心 他們將失去他們所有的 康德他有談到萬物的終結 黑格爾提到歷史的終結 德國有一位路德派的神學家 他的《周末論》的書名叫《最後的事》 天主教偉大的神學家 巴克薩爾 他把他最後一個神劇系列的最後一本書 稱為《最後的遊戲》 我是用基督的復活來做我的神學 基督的復活是一個獨特的作夢事件 面對這個充滿最後一死亡的事件 它是非常的不同 面對這個充滿暴力跟殺戮的意思 周末的事件 基督的復活 他展開了一種周末的視野 這種周末不是在講終局或者末制 而且反而這種周末論的視野 反而是要談新的開始 永恆的生命的開始 新創造的開始 來年中的上帝的榮耀的開始 那這樣的周末論不是在談論最後的事物 反而是在談即將來臨的世界的開始